中国在联合国振臂一呼 多国对英国历史清算 中国抓住国际问题核心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中国在联合国振臂一呼 多国对英国历史清算 中国抓住国际问题核心 新一轮巴以冲突 发达的网络 让世界民众看到了霸权的罪恶本质 而在殖民时期 以色列都算小卡拉米 殖民主义曾在历史上带来战争 残酷剥削 掠夺财富 庆祝难输的罪行 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的苦难 当今动荡的世界局势 其中大部分都是殖民者埋下的雷 其中的罪魁祸首 当属大英帝国 作恶太多了 报应也要接着来了 最近以巴巴多斯为首 15个国家组成的加勒比共同体一致同意 在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开幕时 讨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议题 打算向前宗主国英国提出 2000亿英镑的赔款 根据英美统计 英国需要向14个国家支付 大约2060亿至19万亿英镑 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觉得还不够 他们可能低估了奴隶贸易造成的损害 不过面对这些国家的索赔 英国政府则显得不耐烦 英国首相斯塔莫称 不想再忍受关于为过去赔偿的漫长而有无休者的讨论 应该着远于未来 比如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 而不是浪费时间讨论过去 翻开近现代历史 大英帝国的原始积累沾满了发展中国家的血泪 英国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受害者忘记过去一切向前看呢 英国没有朝代更替 英国民众享受的高福利也是建立在原始剥削的基础上 甚至到现在大英博物馆都还公开陈列着大英范燕的原罪 当然负有历史责任 除了加利比共同体索要赔款 埃及也要求英国归还文物 毛里丘斯要求英国归还查克斯群岛主权 英国同意了 但仍然保留美英的军事基地 不过英国政府却在炒作中国威胁论 网成不能将英国领土交给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毛里丘斯 英国面临密集的历史清算 分好了几个原因 首先英国综合实力的下降 与曾经被殖民侵略地区的发展 说句难听的 现在英国就是破落户 破骨万人锤 过去西方殖民霸权巅峰时期 被殖民的忌惮其军力不敢怒不敢言 或者被所谓的文明繁荣社会蒙蔽了双眼 可现在都变了 英国战力早就崩了 经济上近乎国家破产 谁还怕你英国 不少国家都想趁英国病要他命 但殖民者是天然的盟友 他们都是一个阵营的 仍然主导着这个世界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得养人鼻戏 这就需要有其他大国扯大吉 中俄就是反霸反殖民的带头人 致力于构建多极世界反对新殖民主义和霸情主义 俄无冲突后俄罗斯对抗北约霸权成了第三世界的希望 而中国一直都在各领域坚定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殖民斗争 比如打破西方技术垄断修建基础设施军事培训稳定搞好发展是应对殖民主义的最佳方式 这次多国向英国索赔之前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就强烈呼吁 国际社会共同清算殖民主义危害 让那些从殖民制度获益者承担历史责任 补偿殖民后果 这个方向正确无比 早就该揪住殖民主义这个原罪很大了 当年世界长期以来的一切恶元乱元 无不来自于殖民主义 这是国际问题的核心 不要以为殖民主义已经消失了 新殖民主义更加隐蔽 西方垄断资本在经济资源领域 继续採斗和控制发展中国家 反对新殖民主义 法西斯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大击 中国还得继续扛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